突传赵丽颖为儿子和冯绍峰复婚 冯绍峰近况历迫谣言 6月17日 有媒体推送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婚的消息 据报道 是冯绍峰主动找赵丽颖复婚的 而赵丽颖则因为心疼孩子 所以同意了复婚 两人当初宣布离婚时便十分突然 现在传出复婚的消息 也不让人惊讶 不过没有想到赵丽颖是为了孩子选择复婚的 她和冯绍峰的孩子现在年龄也很小 甚至刚刚到上幼儿园的年龄 赵丽颖舍不得孩子也情有可原 冯绍峰在与赵丽颖结婚前《非纹女友不断》 当时很多人还不看好这段婚姻 但是婚后冯绍峰展现出的好丈夫形象 又让小两口看起来十分幸福 没有想到最后又突然宣布离婚了 两人的婚姻开始的突然 结束的也十分突然 虽然关于复婚的传言不断 但是两位当事人却十分冷静 冯绍峰和赵丽颖都是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 看起来两人却是完全没有复婚的迹象 冯绍峰最近被拍到已经进剧组拍戏了 不过他在剧组面容憔悴 导演在一旁讲戏的时候冯绍峰则是自己低着眼药水 之后又用纸擦眼泪 可能冯绍峰试入戏太深了 之后冯绍峰又和朋友们一起去聚餐 不过冯绍峰全程都比较低调沉默 面容也十分憔悴 看得出来他的兴致并不高 这是冯绍峰离婚后第一次进剧组拍戏 看来他的状态还是没有完全调节好 从冯绍峰这样低迷的状态 也可以看出他和赵丽颖是没有复婚的 而赵丽颖则是与冯绍峰完全不同了 赵丽颖在官宣离婚以后 迅速就开启了自己的工作 直播带货参加节目等 状态调整得很快 目前赵丽颖更是被拍到现身自己北京的豪宅 此前赵丽颖在与冯绍峰结婚以后 就搬到了上海和冯绍峰一起居住 现在离婚了 赵丽颖也是很干脆利落的就搬回了北京 并且目前已经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了 这栋豪宅位于北京朝阳区 价值接近上亿 赵丽颖有着打算在北京常住的想法 也可以看出她并没有想和冯绍峰复婚的想法了 当初赵丽颖和冯绍峰宣布 和平离婚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两个人 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现在两人都已经适应了离婚后的生活 也都各自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 看起来也都没有了任何关系 也没有复婚的可能 以后就各自发展吧